好的各位觀眾 河南安陽這一邊的淹水情況 人就非常的嚴重 帶你到一戶人家的地下室去看看 小心 有燈沒有 我們直接來到了 洩洪區居民家裡的地下室 你可以看到現在水是淹道的腳踝 而牆壁上面是這幾天的水痕 基本上已經到我的脖子這個地方了 好那地下室的時候水雖然退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淹水的地方 我們看到這個女士 她現在除了用抽水機在抽水 還得要用臉盆來把水給咬出去 這樣子的速度是不是會加快一些 一樣稍好一點吧 好 好辛苦 才剛從地下室出完 就可以看到安陽又開始下雨了 所以我們現在穿的雨衣 再來到了另外一個人的家裡 這個水井是女人平常就會用的 這是我們平常洗衣服抽水用的 我估計過兩天就是大堆要發消毒的白粉 上一次上一次漲水的時候就都是 這個沒水了大堆的那個 這都是沖到外面大堆的水管 沒有水沒有沒水沒水了沒水了沒水 沒水啊沒水 這被加來積雪做的要給人吃 這是水來之前接的這個水都存在家裡了 看完這一戶人家以後呢 你就知道在積水過後的話呢 其實很容易會有擴亂傷寒或者是瘧疾 以及水源受到污染的這一些情況 剛剛的時候呢這一位河南的女士她也說了 可能等到兩天過後的話呢 衛生單位就會來這邊大肆的進行消毒 好的以上就是目前我們在河南安陽的最新情況 把鏡頭再交還棚內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 變成小鈴鐺 機下載 武器 酳